好下面我们来看四 用换源把球九文方程 这里头的话呢 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 第一个用球道公式另用来换源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过了 立体15.9 实际上给大家讲过了 比如说如果你看到YP乘抗三Y 实际上是三Y的符合球道之类的 那么就建造这个令 Z等于三Y来求解 那具体的题目呢 请大家看立体15.9 然后234 用自面来换源 用音面来换源 用XY地位互换来换源 这个通通是有提示的 我分别在下面呢 给大家用立体15.17 15.18和15.19 给大家做了这个讲解 我挑其中 计算量最大的一个立体15.17 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部分 好我们来看立体15.17 这个呢就是用变量带换 X0.3T 这个是用字面来换源 一般来讲啊 用字面来换源 或者用XY地位互换来换源的话呢 这种分这种题目啊 考的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呢它涉及到的运算过程呢 相对会多一些 是吧 那么 画简文方程 并求满足 出入条件的特解 那么首先呢 我们这里都搞清楚啊 这个原来呢 Y是X很熟是吧 现在呢 你令字面量等于CosT 于是 我的YP就等于 DY比DX 那本来是DY比DX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它写成 DY比上DT 乘上DT比上DX 这个大家很熟悉的是吧 那就写成了DY比上DT 注意看啊 那么乘上是不是叫DX比DT分之1 对不对 因为X等于CosT 所以X对T求导呢 这个是已知结果了 那么它就变成了X对T求导的 负3T 所以是负的3T分之1 乘上DY比DT 那大家应该能啊 这个从形式上来讲呢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相关变化率了 是吧 那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DY比DX 是等于DY比DT 它全面有个系数 对吧 就像我们以前讲 你要求DA比上DB 它等于呢 DA比上DC 乘上DC比上DB 是个意思吧 形式上啊 就是这种情况了 你要找相关变化率 这两个变化率 同性的关系呢 这个是系数啊 就这个道理是吧 从形式上来讲呢 可以这样来理解 是吧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了第一个啊 Y撇是吧 那么接下来呢 叫Y2撇了 是吧 这个这个计算量更大一些啊 Y的两界导数 等于呢 那就是DY比上DX 再D比DX 它定义本身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这里要注意啊 那么DY比DX 已经有这个表达式了 所以不要动它 DY比DX 然后的话呢 对了 你写成DT 再乘以DT比上DX 能看到意思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出来 这样一个结果 这个还是知道的啊 DT比DX 是这个一样的啊 是负的三t分之一 我可以把它写前面来啊 负的三t分之一 先把它解决了啊 先把它解决了 好 剩下这个东西 大家注意看啊 你实际上 很清楚 你的DY比DX呢 一直被已经写成这个表达式了 所以呢 就是用它 对替球导 所以这就涉及到呢 前面球导后面不动 前面球导呢 是U分之一球导 是负U方分明 在天赋号 所以这样的话呢 是这个U的平方分之一 然后再乘上什么 很好 U的导数 三球导呢 是cos 所以有个cos 能看到意思吧 然后再乘以后面不动 所以DY比上DT 再加上前面不动 那就是减去 三t分之一了 加上前面不动 乘上后面球导 那就是D方Y 比上DT分 能看到意思吧 好 那么走到这一步的话呢 大家把它沉进去呢 它就等于把它沉进去 这个呢 就是负的 那么3t的 三次方分之 cos 那么DY比上DT 这样一成功就呢 就相当于加上 3t的平方分之一 D方Y 比上DT一方 好 于是呢 我们DY比DX 和DY比DT的关系有了 然后呢 这个Y两匹 跟这个Y对T球导 和Y对T球二阶导呢 这个表达式也有了 我们就把它们怎么样 带回去啊 带到这个表达式里去 然后我们就会得到 那么就是 那么1减去X方 X方现在写成 cos的平方了 那么这就是三一方了 是吧 三一方 乘上这个Y两匹啊 Y两匹 Y两匹就是 就这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了 所以呢 就成了负的 3t的三次方分之 cos3t 那么DY比上DT 是吧 加上 3t的平方分之 D方Y 比上DT一方 这是第一项 然后呢 减去XY匹了 减去X X呢 就是刚才说的 cos3t了 乘以 那么Y匹 Y匹在这呢 是这个东西 是吧 所以它乘上的是 负的3t分之1 DY比DT 看到了吧 然后最后一步呢 就加上这个Y对0 所以加上Y对0 好 大家整理一下 就会发现 这里头的话呢 这个是等于 3t方 是吧 3t方呢 跟这个约一项呢 这个是一次方了 所以呢 它跟它一乘 是负cos3t比3t DY比DT 大家看这一项哈 这一项刚好是 加上cos3t比3t DY比DT 所以是不是这一项 跟这一项 是不是约掉了 所以呢 我们最终就得到了 这个3t方呢 跟这个3t方也约掉了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文方程呢 就是第一方Y 比上DT方 看到没有 直接加上Y 是不是对0 你看 我们就把它划减的 非常简单的 对吧 所以这个换源呢 我们用自变量来换源 这个呢 大家是很难想到的 所以在考研的 这个数据券上呢 对于这种问题 是可以提供给大家 这个变量带换的提示的 它告诉你了 然后呢 考察同学们什么 很好 考察同学们的 综合计算能力 你首先啊 在我们的这个 医院函数 维分学的计算过程啊 要非常熟悉 然后呢 划成这文方程之后的话呢 再去求解 那这个呢 相对就简单多了啊 我们简单说一下就行了啊 这里头呢 这个就写成 那么的方加1得0了 对吧 其次方程嘛 所以它的那么的12 就等于什么 0加减i 是吧 α是0 β是1了 所以这样可以得到 它的其次方的冲结 等于 等于之后啊 好 那就是1到0x 0t次方 对吧 1到0次次方 可以不写的啊 1到0次方 乘上c倍的cos βt 加上c倍的sinβt 那就得到这个 这个不用写 就是1啊 就ccost 加上c23t 好 那么你现在呢 就需要把它怎么样 就出来了啊 大家别忘了回带就行了 是吧 因为x等于cost 所以的话呢 带回来 我就不再算了啊 这个就很好算了 那么x等于cost 换回x 那么 3t呢 是根号下 1-x 然后根据两个出示条件 x等于1 带进去 然后y求导 再把x等于1 p等于2 带进去 求助两个系数 c2 于是呢 得到了方程的这个特径 这个题宣告完毕 这种考题 是一种类型 是一种类型 请大家要注意 请大家要注意 请大家订阅一下